拿着画笔一笔一画 阿嬷在扇子上头 慢慢画出一朵朵花朵 每个人的陈情都相当的专注 这是重振基金会社区关怀据点 在大理镇昆宫规划的才艺课程 希望借此让社区长者 动动手脚的同时也能学才艺 做一股 比较小四里 给你来这 老大人可以来这集中在一起 可以做运动 可以学习能力 这些老大人也都很好 很努力 大家都在这里做得很赞 台湾已经迈入老年化社会 因此基金会就在镇昆宫 设置一处关怀据点 让父亲的阿公阿嬷 有个聚会的场所 基金会每个星期 还有不同的才艺研习班 丰富的活动内容 深深吸引老人家 几乎每个星期都来报到 那时候感觉 我就回家想到 我去买这个 我自己去买 这个 这个现在老师拿来 有处理吗 没有啊 台湾啦 台湾就是很处理啦 很老人来这里 比较年轻 我们也去表演 5 6 7 8 彩辉扇子告一段落 大家就跟着志工 起来做做健康操 气氛相当热落 一个星期一次的活动 就像是个定期聚会 让银把族走出家门 也能结交不少朋友 让老年生活更充实快乐 记者赖秋风台湾 什么都 我还你 我沒過